好 谢谢 天勇的心脏捐给谁了 还没走啊 干吗玩手去 等部队车过来 就把他连车送回去了 会有追悼会吗 组织再安排 葬在哪儿 律师人员 跟罗亮做个爸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 器官权责 必须在双方的原则下进行 共受双方 都不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是准美琴吗 我看见他们两个 一起推进的手术师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今天是我第一次 因为一代手术的成功 反而更加难受 要是一个小王 幸苦了 小医生 行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母亲怎么样了 手术很顺利 一周之后就应该能出IgU了 你们是怎么确认我身份的 电视台的资料片 后来你闯入演习 有外军代表认出你了 据他回忆 裴于当年在外军服役的时候 曾经犯过原因不明的心脏病 那么巧 当你以卓人的名义回来的时候 也曾经一度犯病 后来我们调取了裴于出生的 医院的资料来看 发现当年有一位孕妇 叫卓梅锦 伤选了一对双胞胎 起初我们只是怀疑 你是死者 裴于的双胞胎弟 直到后来 我们搜查你公司的地下室 发现你把门禁的密码 设置成了910218 那是裴于的生日 你二月十九号 凌晨出生的竹然 早了三分钟 你可以处处伪装 但是你下意识地反应 却出门了你自己 所以我们断定 八年前那场交互中 死去的是卓然 而活下来的是你 裴于 你想要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现在该我问你了 你是欲望之城的创始人 恐怖海盗 对吗 是 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平坦 孤独 孤独 没道理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黑暗里 愈心愈身 这个世界应该换一种秩序了 互联网 是一个奇妙的礼物 但是存在它的本身 又有一个丑了